伊達利的總理Kontor 孔特 他就拒絕接見王毅 電話和他溝通 荷蘭的外長Steph Block 直言這個是新疆的問題 維吾爾族被侵領的問題 香港的自由也有問題 去到挪威的奧斯陸 COVID-19 就是王毅說不來自中國的 甚至要威脅挪威當局不可以頒諾貝爾和平獎 給香港的一些抗爭人士 那挪威整個政界潮野是炸開鍋的 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而法局都宣佈 它會建議傾向使用歐洲 Ericsson 或者Nokia 他們出品的5G系統 換言之 好像加拿大模式一樣 是只做不說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將華為和中國因素 排拒在法國大門之外 桑普認為 捷克訪臺為歐洲 邁出了拒絕中共的第一步 這件事就告訴大家 捷克硬起落了 每一個民選的總統齊曼親中 而全部都是這樣 整個參議院在捷克來講 九成六的人都是反中共的 都是支持台灣 都是支持這些出訪的 而中共的反制措施相當有限 如果跟歐洲抗衡將會死路一條 歐洲可能只剩下一個國家 真是勃心勃命地跟中共站在一起 這個叫塞爾維亞 除了塞爾維亞之外 我看到其他國家全部已經 back away 已經離開了 已經覺醒 已經離開了中共這個夢魅 如果中共繼續對這些國家的利益作對 對他的人員 對他的金錢 財產 生意 貿易 各方面去反制的話 我想結果只有一條 就是死路 中共滅亡的日子是不斷提出的 新唐日記者柯甯廷綜合報導 你呢? 不然 我會害怕 product拐 我呢? 我擔心 我可否 我呢? 我不會